哈喽大家好,我是帕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来观察把西区的坎坦面对一个约瑟夫开压阵容 这道阵容有的打是有的打,但约瑟夫这个监管者不是说你觉得有的打就有的打 他直线解释你就没得打,他找不到人你就有的打 因为这道阵容他的一个个人牵制能力都还不错 如果说在追击的过程当中穷者有一个良好的表现是有机会去把局面打开的 但是还是得看镜像,然后看一个镜像之后的一个拉点 这边找到第一个人,这种老约瑟夫基本上对于刷点是非常清晰的 从我们上级视野来看的话,这个镜像应该是打两个人 第三个的话不太好说,直接是横穿地图,往下一个刷点走 过来,好,这边看这个蹲着的能不能找到 看到了,打一刀,打两刀要存在感,把人挂上 挂第二个人的时间可能不太够 他这边选择切镜像过来找人 手上面闪现一刀带走佣兵 先知正好是倒地,没有办法给鸟 那这个护币得交,这个护币距离一近就得交 不能给一个闪现的身位,对 好,我们看一下西区这边的勘探员会不会来帮忙来干扰一手 磁铁先交一块,不仅可以自保 而且他可以干扰一手这边断一下追佣兵的节奏 好了,这磁铁算了,对吧 能吸就吸,吸不了就算了 不要那么过去,对吧,万一过去人家闪现一刀过来取消擦刀怎么办呢 先知起来了,看一下,好像是自己的 闪现,护币弹掉,漂亮 那这一波闪现没打到的话 约瑟夫的节奏就算是一个劣势了 因为他第一,他的这一个开局是没有控到血线的 然后这边又没有通过第一波的闪现抓到人 把人换成一个上挂的节奏 本身佣兵上挂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 再加上这边闪现没打中的话 我觉得穷者应该是可以往平均方向去保平真剩了 这里画家甚至已经把一台电机给点掉了 那这个勘探员这台估计也差不多了 然后佣兵可以把自己的镜像摸好 然后待会摸完自己的镜像以后去找那个勘探员 然后把自己的血线摸好 那么这里再救一波人什么的 局势就无限大好了 穷者这边局势就无限大好了 这边想要来看见佣兵了 先把画家挂上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挂佣兵感觉来不及 那么这边佣兵的血算是被控了 但是先知的鸟没有骄 所以说佣兵还是可以顶鸟救人 一波倒 转牌找人 主要没有闪现 这边三磁铁勘探甚至可以来搞你一手 抓勘探真的不切实际 这个勘探根本碰不了的 没闪现的 想都不用想 转牌转牌真的要抓勘探吗 先知有鸟 看见先知了 那抓先知吧 没办法其他人 他这边可能是本来应该也不是说想要去抓谁 而是想要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倒地的画家 勘探员交一块磁铁 画家其实倒的一个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里面 没找到 这边佣兵 转个牌回升 这波转牌应该是奠定了 求生者已经输不了了 这波转牌如果说没有转 往里面走 找到画家找到佣兵 将其击倒一个呢 还有机会能翻 但这波转牌过来打一个勘探员 那是真的没机会了 勘探员这边完全不太怕的 对吧 能修修我先修 修一会儿试一会儿 你把我挂上了 我这边待会儿拉走 嗯就算这边待会儿镜像结束 能找到这个勘探员一波上挂的节奏 先知有鸟 好我觉得佣兵只要能救下来 还是一个穷者平局起步增三的局 嗯这边是选择修血 把佣兵的血线修成一半 然后镜像结束以后把佣兵摸好 画家这里管自己修一台 看探员这边 哎呦真的是对吧 自己被挂了完全不去不害怕 先把电击点亮 然后看一下他不会还捞自己吧 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的你把我挂在这边 你肯定不会想到我人会往这个方向倒 好这边倒地 哎这里先知是怎么倒的 这个先知倒是没有想到突然倒地了 先知倒地 这里要把佣兵摸好 勘探员现在也倒也得交自己 那电击不太够 呃需要一波卡半救人 然后先知顶鸟 好佣兵的话 户币不多了 只剩一个户币先突破这层防守 然后勘探员交自己修最后一台电击 画家这台能点掉 然后佣兵这边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还是一个偏四人战开门战 这刀闪现没打中 其实这刀闪现怎么说呢 呃打的话他得去打一个震慑 就是通过闪现去打救人的震慑 而不是说是去打一个普通的追击 因为你这刀就在闪现打中了 刀子插一下人救下来 还是一个四人战开门战 他只能是打一个震慑 然后用兵这边救不下人来 那这波节奏瞬间翻了 局势不容乐观 局势不容乐观 看待这边电击压好了 画家最后一台 打一刀 电击其实可以 这时候是可以取点亮的 不点亮拉走也行 不点亮的话呢 就是外面最好再重启一台 诶这边直接点亮 对 直接点亮 好的 那约瑟夫还有机会 他如果镜像里面可以挂两个 然后控住一边的门的话 还有机会啊 这边打偷袭 没有 转牌 找人 进镜像 然后看镜像里面的人吧 这边可以把画家先挂上 但是 感觉门差不多要开了 门开了的话 偏一个三跑 起步 真四跑 因为这边约瑟夫没有任何的技能啊 这里还摸出了一个娃娃 门开了门开了 转牌找到画家完成一个单装 先知的鸟刀最后都没有用 他还想留一留给队友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见了 能不能起来 能不能起来 起不来 还是整体上面主要第一个闪现没有抓到节奏 第一个闪现空了 要不然的话 应该不会那么难挡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